坚持用最严格制度 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 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要义 作为全国唯一的不省共建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市典省 近年来 江苏按照先行先事走在前列的要求 不断加快生态环境保护法规的立改肺步伐 积极推进生态文明法治建设 使生态文明建设做到语法有据 比如说 在今年的6月5号 沃省就正式施行了江苏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 从此 江苏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就有了具有同领性的综合法规 与2018年被废止的江苏省环境保护条例相比 此次条例在名称上是多了生态二字 条例专设生态保护修复一章 全面规定了生态保护 生态修复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生态补偿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等等这一系列的内容 让生态保护修复工作实现有法可依 而为了全面加大水环境的保护力度 2018年我省对原制定的江苏省长江水污染防治条例 以及江苏省太湖水污染防治条例进行了修正和修订 那其中啊 长江水污染防治条例在全国率先实行了上下游水质交接责任制 而在大气环境防治方面呢 我省按照源头盐控过程盐管后果严惩的总体要求 制定出台江苏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那条例实施以来呢 我们能够看到啊 蓝天白云是肉眼可见的增多了 当然要推动生态环境质量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还需要我们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 2022年我省出台江苏省生态文明教育促进办法 那这也是全国首部以生态文明教育命名的地方立法 明确生态文明教育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与此同时近年来 江苏各地在生态环境领域立法方面 也是做出了大量有益的探索 比如说2022年徐州苏签同步制定颁布实施的 落马湖水环境保护条例 是全省首个生态环保领域立法协作项目 南京 镇江 马鞍山三地联合颁布的 关于加强长江江屯保护的决定 是首次跨省域协同立法 同时呢 这也是全国首例对单一物种的流域性区域协同保护立法 党的十八大以来 江苏先后制修定了生态环境地方性法规 规章一共十五步 那发布生态环境地方标准一百一十四项 数量位居全国前列 充分发挥了立法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引领 推动和保障作用 生态环境保护是公在当代 立在千秋的事业 那新增城上让我们一起 以造福人民择批子孙的责任和担当 来共同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